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孽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一千零一十四季 祸有一丝 只是 却已空 河尔 白小春的意识在这一刹那 从所有的迷茫中轰然觉醒 如同有一股无法形容的悲哀形成了海浪 将它从那无尽的虚无里彻底唤醒 它的眼睛也在这一瞬猛然睁开 呆呆地看着眼前的空旷 白浩的魂已经随着二十二色火消散了 那片空旷中只有一丝祸苗 似乎代表着白浩存在这片天地最后的印记 在这消散中 落在了白小春抬起的手掌上 留下了一道灼伤的疤痕 白小春的身体颤抖着 他抬起的手在半空中无法放下 他的眼泪更是在这一刻止不住地流下 他没有看到白浩最后的散去 可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生命中 似乎从这一刻起 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徒儿 他的眼泪落在干裂的身上 落在这废土的大地上 他的整个世界 被一股前所未有的浓郁悲伤 直接笼罩覆盖 白小春不是没有经历过身边亲朋的死亡 可这一次白浩的消散 让白小春的脑海陷入到一片死寂之中 悲伤到了最大的程度 不是歇斯底里的咆哮 而是没有意识的流泪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当年第一次 看到白浩时的画面 浮现出了 将白浩的魂苏醒的画面 浮现出了 二人在蛮荒中 相依为命的画面 白浩 从此之后 我就是你的师尊 浩尔 你觉得这件事 为师做的怎么样 浩尔 你放心 此事为师有经验 这些画面 这些画面 一次又一次在白小春脑海里闪过 他的身体颤抖不停 抬着手 依旧还是无法放下 甚至下意识的再次抓了一下 似乎不相信 白浩已经运落 浩尔 白小春南南随着泪水的流下 他的哭声也渐渐传出 那哭声回荡在这废墟中 蕴含得无尽的悲痛 蕴含了深深的伤 为什么要大大杀杀 为什么要有人死去 为什么 修仙 不是为了长生吗 为什么 在这止不住的泪水里 在这无尽的悲伤中 在这堆踏上修行开始 就始终存在的疑惑面前 白小春的生意 越发的虚弱了 他本就只剩下一丝生计 白浩的离去 使得他的体内 凝聚了无法形象的悲 这悲又难以散除 仅仅是眼泪 难以宣泄万种之一 既然不能散除 这股悲哀在沉点下 就形成了灭绝他生命 最后一丝霍苗的寒风 在他的世界里 化作了风暴 冰封了一切 在这场风暴 要将他的生命也都冰封前 白小春抬起头 深深的看了一眼守灵人 在他的目中 在那悲伤的深处 在看向守灵人时 露出的尽管有复杂 可却更多是恨 他岂能不明白 无论是杜灵飞还是白浩 他们如今的状况 这一切的背后 都有守灵人的推动 不管守灵人是为了什么 白小春也都绝不能原谅 这种带着恨意的目光 也从来没有在白小春身上 出现过丝毫 他那始终乐铁 始终快乐 甚至近乎单纯的赤子之心 似乎随着这恨意的目光的诞生 全部尘封在了记忆里 埋葬在了天地界 惨笑一声 白小春闭上了眼 守灵人苦涩 他看到了白小春目中的恨 也感受到白小春的升级 在这背上中 如同没有盛开的花朵 急速的枯萎 潘西坐在残塔上 亲眼看到了这一切的他 沉默中轻叹 若有可能 他也不愿摆好雨露 可就算是他 也都无法救下 在那二十二色火中 燃烧了一切的白好之魂 他只能最后暗中帮了一下 能否有那一丝生计 他不确定 也没有去说出口 白小春 守灵人轻声低语 声音沧桑 在这下三层的匪墟中 回荡开来 老夫虽制定了计策 可在这中间发生的过程 不是每一个细节 都可以掌控 一切的一切 都是为了 不死长生公啊 不死如羊 长 长生如阴 守灵人苍老的声音 传入白小春的耳中 可却无法唤醒 沉浸在悲伤中的意识 依旧枯萎 似乎守灵人的这些话语 也并非是对白小春去说 仿佛他是在与自己对话 想要用这些话语来坚定自己的想法 来坚定自己的使命与信念 这两卷奎煌之法 传承悠久 乃是永恒于浩劫中 凝聚二处 代表了希望 守灵人轻声低语 声音越发沧桑 仿佛从岁月中传来 可惜 单独修炼任何遗卷 都困难重重 奎煌血脉之人 有血脉加持 能成者都罕见 更不用说 这世间血脉稀薄之人了 而就算是修至大城 也已无法阴阳归一 终究难以突破 走到大城时 已是尽头 想要不死卷后 再修成长生卷 其难度之大 更是无法想象 古往今来 无人能做到 即便是明明知道 修炼之法需要 死一次才可 因为不死的相反 是死亡 而长生的相反 虽是短命 可实际上也是死亡 不死长生之间 连接他们的就是死亡啊 只不过这种死不是真正的陨落 而是如血族一般 昨日之息 缓今日之行 守灵人难难 这些话语 原本他是不会说出的 可如今 他已顾不得太多 随着白号的死亡 随着明皇的陨落 守灵人明白 这片世界 已经走到了尽头 从此之后 世间再无轮回 所有死亡的魂 都将游荡天地间 而如今的明和 怕是也都随着白号的死去 已经干苦 其内的魂 恐怕已经蜂拥而出 扩散了整个世界 只有经历了死亡 如同是有了桥梁 才可以让不死卷大成之人 能有资格修炼长生卷 可也仅仅是资格而已 想要让长生卷大成 需要耗费的时间 太久太久 守灵人的叹息 在这废墟中扩散 他没有这个时间了 也无法去判断 在这过程中 是否会出现意外 从而导致一切的希望破灭 导致自己使命的终结 哪怕这才是他在白小春没有出现前 在当年血族陨落时 他与血族商议的真正计划 可如今 随着白小春的出现 随着白小春在不死卷上的辞职 守灵人对自己当初的计划进行了修正 他放弃了血族 将希望压在白小春的身上 而后续的一切也因此有了改动 可还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使得守灵人这里对于自己修改的计划 有着超出原计划的信心 通天道人 不去考虑他是邪念而生 他的天资之强 是老夫这一生谨见 不死长生宫 竟被他另辟欺景 创造出了不死长生丹 守灵人闭上了眼 声音依旧苍老的回荡四方 他想要让白小春取代血族 成为自己完成使命的希望 他想要让白小春修炼长生诀 不是按部就班的修行 而是速成 结合通天道人创造的 那在守灵人看来 也都惊艳绝伦的不死长生丹之法 守灵人 需要白小春的体内 有长生卷 与其身体完全融合的一丝气息 这气息将是种子 可以让守灵人 去在通天道人的办法下 用自己这些年 在那基础上 创造的另外之法 催发种子 使其速成 所以 我利用了通天道人 想要离开这片世界的急切之息 打断了他所有一次次的计划与布置 摆出一幅要将其置于死地的模样 在我的逼迫下 在他自身的疯狂下 他果然选择了 互毒十字 而老夫 也借助这个机会 反过来利用了天尊与杜灵妃 去完成白小春遗体内 在那融合中产生的 一丝长生卷的气息 守灵人抬起头 重又睁开一眼 看着白小春 虚弱开口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